8月9日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 聯合太和智庫和海國土質研究院聯合在北京發布 《美國第一 美國抗疫真相》報告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 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王文介紹 報告用嚴謹的研究 真實的數據 客觀的立場 駁斥了彭博社關於美國抗疫全球第一排名的荒謬性 6月28日 在美國媒體彭博社發布的 全球抗疫成績排名報告中 美國名列第一 網文介紹 報告用全文2.3萬字 一位黨爭不畏生命 反科學反常識 制度失靈使疫情難控 疫情加劇 社會撕裂 肆意破壞全球抗疫等5章 共20部分內容 以中英法西班牙四個語種 向全世界客觀揭露美國抗疫真相 這份美國第一 美國抗疫真相報告 是目前全世界第一份 關於美國抗疫真相的一份智庫研究報告 也是國內第一次 採取了這個智庫合作聯合研究 用全面來自於美國研究機構 美國的媒體 美國的政治人物 他們的話語 每一個數據都有出處的 這樣的一種研究方法 來全面還原美國抗疫真相的這段歷史 報告中提出 美國抗疫一直處在一個反科學 反常識的狀態 更是用政治化的手段來操弄病毒溯源問題 王文認為這註定是一場政治鬧劇 被全世界吃效 他讓情報部門來溯源 而不是讓醫學界讓科學界去溯源 而且更重要的是溯源應該是多國多點 到所有的國家有可能是 病毒源泉的國家來訴求病毒的源泉 但是他僅僅針對中國 而中國的溯源在過去第一階段 世衛組織溯源就已經結束了 就已經認定病毒不可能來源於中國 或者極不可能來源於實驗室 那這樣的前提下 拜登卻用情報部門90天的時間 針對中國進行所謂的溯源 我們認為報告中 實際上是在推行的溯源恐怖主義 所以這樣的一種溯源方式 是註定它是一種政治鬧劇 註定也會被全世界所恥笑 英國劍橋大學前高級研究員 馬丁雅克在研討會上指出 彭博社的排名是他見過最荒謬的排行榜 馬丁雅克認為 新冠肺炎疫情抗疫工作 被美國賦予了冷戰的政治色彩 我認為特朗課的語言 有關的風格 風格的風格 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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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天 德國 英國 歐盟 印度尼西亞 俄羅斯等國家和組織的十餘位駐華使節到場參會 與100萬人通過在線直播收看此次報告發布會